基本觉醒之战上现在 在这个模式里英雄全部变远 就比如这个啊 钟葵的勾字就这么长 这期咱们来测评一下 在觉醒里最快的地位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一股 因为钟葵就像开局那样 觉醒钟葵的勾字变得巨远 距离能有两座防御他 不仅偷buff更加防御 还能超远距离勾人 对面还没看到你 勾字就先到了 而且因为二技能变得很远 忙乱勾 丢中很容易勾动的 就像up这个实力 甩个上五下又意外点 通期 这波中路队友站着不动啊 也不知道干嘛 咱们帮你复仇一下吧 中葵的快乐点就是 隔着两座防御塔 也能给你动过来 喜欢预约塔是吧 来我让你预约一个够啊 轩晕大刀西路 这个波怎么说 怕是你也难非的 哎哎 哇走了啊 第二萌价 增加了一技能的弹道 和二技能的爆炸范围啊 那这个为什么快乐呢 配个上觉醒这样的狂暴 呃就伤害高 回血回的离谱 看这波呀 四级过来反野 打五级的礼拜 吃一波满大招 照样弹杀 你是不许找他是不是 您不打了 还有这波回到现场 哥们还挺猛的呀 就你叫螃蟹是吧 伤害还挺高的 不过没我吸的多 然后拉扯 对着他挨就行 哎 还有一个呀 那你也别想 这波我顶着防御塔 直接撤敌方毛 杀掉敌方射手不在话 出来之后还能杀掉他呀 来在我们面前 重重就是送血量来 觉醒的萌芽 平A可以当做没有啊 装备拉松 然后都嘴鱼镜就可以了 这样伤害超级高 技能则是必须带狂暴 只要牢记两点 那就只有爽 什么防御塔水晶 都只是虚幻摆设法 第三马可呀 只加强了一技能 也是弹道变多了 不过可别笑看这一点的 马可觉得是 仅是蓝天王的存在 什么血量只需要一手指 残血呢 甚至压根不用回压 血量都是虚幻的 反正你也碰不到我 一手指之内 我无敌啊 看什么看 全体不夸 现在我看你啊 看我看我 没 这不过来对面反应啊 逮到一个 一说是直接带走 哎 不死 我们再回来A一下 还有一个呀 都是射手 那我不客气的 一发一技能 我也来一发 决心马可的一技能 就是超级变态 只要一好了 就可以站走 看到谁不爽 一发一技能 直接打下 不是 哥们给我手机都干卡了 赶紧死 让我看看 第四 武则天啊 增加了A技能的范围和大招 大招变为了三个 还是很爽的 武则天在前期的强度 可能不太明显 因为伤害没起来 大招崩死人 但中后期就是武则天 最快的最爽的 为什么说武则天快乐呢 因为他是无敌的 大招全图范围吧 那么我们打团 人不许了 直接放大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超远辅助一个在桌里 你值得一值得